上周六7月14日 搜狐视频韩语播报上线四周年 201-202期作为情绳特辑冷知识N代联发 上周从30度开始冷到24度 下半部将持续降温 四周年的大主题依然是韩语中最重要的角色IDOL 本期更偏向产业和市场环境 请斟酌观看 重点一 本期没有上周的本周的 以及昨天今天早上发生的新闻 有以上需求的请准去别加 重点二 偶有提及具体IDOL接触于案例的代表性 请问说明具体观点 乐于贴属性标签的不妨摘下滤镜 重点三 片尾有270加4周年超奖告白说明 着急的可以取脱进度条 篇幅有限 不废话了 冷气 24度商业音乐 正式降温前 先带大家进入隔离区 俯瞰下KPOPIDOL所在的大环境是怎样的 最新一期的Produce48里 比上级说了这样一番话 营业中透着真诚的李盛基 道出了商业音乐市场中做歌手的真谛 唱歌固然是最幸福的 但遗憾的是 这个职业决定了李梦寐以求的幸福 需要由别人百分百买单 商业音乐的定义是 以一般大众为主要对象 带有单纯通俗娱乐 并透过大众媒体传递 追求商业利润值之商业目的音乐的统称 与既有的纯粹音乐的概念是相对的 商业音乐与商业电影一样 是票房产业 其成功指的就是能回本 并且有纯利润 这也是音乐市场重要的基本条件 非商业音乐里 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连接是音乐 商业音乐里则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音乐 你我本无缘 全靠我花钱 高度概括了商业音乐歌手和歌迷的关系 非常有智慧 但音乐产业涉及主观意识影响 是没有固定标准的内容产业 一切取决于大众喜好厌恶 而大众的喜爱既没有一定的标准 也会瞬息万变 从业者能钻研的 只是增加成功激励的方法 以无限接近大众的需求 具体到韩国 这个因为天然资源匮乏 而更集中于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的国家 看中了音乐在特性上 比其他内容更容易传播 走进海外市场 包含韩国流行音乐在内的韩流文化 在拓展软实力外交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 以韩流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产业 不仅有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的经济效果 而且是提升韩国形象的重要财产 韩流的成功 对韩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2014年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发布的 世界各国音乐市场规模预估里 前四名美日德英占据了全球音乐市场的60% 韩国排11与美国相差19倍 与日本差6倍 排13的中国以年均8.6%的速度急速成长 当时业内预估 有望于2015年超越韩国 2017年国际唱片业协会发布的全球音乐报告里 韩国跃升至全球第八大音乐市场 中国跃升至12 而当下的韩国音乐市场对于Keypop Idol来说 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